- 新的一集 安妞你好我是小花 歡迎來到游玩新花樣新的一集 今天要給大家分享的遊戲 是關於永捷五箭手遊 如果你還沒有幫我訂閱頻道的話 快幫我訂閱分享並且開啟小鈴鐺 《永捷五箭手遊》是由網易二次工作室開發的一款多人動作競技遊戲 其同名端遊至上線以來風靡全球 全球IP玩家突破4000萬 多次榮獲Steam、PlayStation等平台銷量大獎 作為二次工作室旗下獨立團隊親力打造的全新作品 《永捷五箭手遊》不僅繼承了端遊獨創的戰鬥博弈系統 豐富的近戰和遠程武器 深入人心的英雄角色和全自由交互的東方世界 同時也專為手遊玩家開放了創新性操作方式和便捷功能 經過手冊的檢驗 開發團隊正在全力提升畫面表現並優化性能 希望在上線時為玩家帶來端遊級別的遊戲品質 現在還可以預約《永捷五箭手遊》 可以在說明當中找到官方的網站喔 《永捷五箭手遊》到底有什麼特色呢? 一、歷刃槍火交鋒成為最終的贏家 長尖匕首太刀、火炮弓箭鳥衝 近仗遠程、任君挑選 在瞬息外面的四十人戰場中 活到最後暢想高自由度的五隻戰鬥 二、劍招拆招博弈 書寫武學傳情 獨創滑動操作專利 一劍打出絲滑連招 陣刀、視力、普攻三角克制 五分鐘輕鬆上手 享受劍招拆招、熱血博弈的快感 三、迥毅無間英雄 外觀隨行定制 選取風格各異的英雄 定制獨特的外觀風格 加上超自由的智能連連系統 打造專屬你的絕火英雄 四、獨創飛鎖系統 視線讓你觸達 利用飛鎖、芳菲於樹林與巫靈之間 埋伏於岩上 給路過的敵人一個出其不意的驚喜 去大膽探索這神秘而危險的戰場 五、英雄搭配組合 速色開黑首選 整體對局加速 戰鬥更平凡 四人小隊協作 減少單人壓力 墨魚也能痛快玩 還有更多的新玩法 即將到來 永捷無劍手遊 上線前代最後一期測試 定勝中測 算是定等6月19日 本期的測試 開發團隊主要針對了大量的優化和迭代 使畫質效果有了明顯的提升 並通過優化渲染管線 提升了性能表現 還新增了匕首 特末爾等全新的內容 製作團隊也回覆了大家相關於公測會不會等很久的問題 製作人說不會 儘管會有大量的公測的新內容 新文法和更高畫質等級的內容 都沒有進入6月19號的總測暴動 但是不代表進行測試就會延緩公測的進度 這些內容開發並不受本次測試的影響 且目前開發進度已進入了最後的收尾階段 所以大家不要忘記 前往官方網頁領取絕版的動作按鈕 集結四人成團領取公測絕版動作吧 我是小花今天的遊玩新花樣就是這樣了 你喜歡嗎? 如果你覺得我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可以在說明的洞找到我的DC 每天晚上在DC跟我一起共享盛舉吧 那下集再見啦